司委會調查市面177款嬰兒及幼兒食品的營養標籤 發現兩款嬰兒餅乾 聲稱維他命E和免疫功能有關 而另一款蔬果用聲稱所含膽鹼有助眼睛發育 又有一款鉤物粉提到含有益生菌 有助增強免疫力和預防過敏 司委會說這些聲稱在國際上都未能確立 欠缺科學證據支持 另一款著籌嬰兒米粉將DHA和多種營養 一同標示為可以增強嬰兒抵抗力 會令消費者混淆 因為至今未能證實DHA和抵抗力有關 食物及安全中心正跟進這些產品 是否蓄意誤導消費者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佳堯報導